所以这些东西还是这样 来请开卖 喂龙你好 你好 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怎么称呼哪里人 我姓于跟你一样老乡天井人 现在在德国生活 这个于先生你好 来你想聊什么话题 你好 我想聊一下就关于那个X5话题 因为刚才我打的是2 我估计你可能也会感兴趣 因为好像就我跟安地共打的是2 其他人都打1是吧 所以说我想论述一下 我为什么要打2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考虑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CPTPP 台湾究竟是不想加入还是不能加入 我们不要总是看表面现象 现在看表面现象是台湾的论述 是由于大陆的打压 或者是政治上打压 导致台湾不能够加入CPTPP 所以我们要吃福食 我们要进莱猪 增加在国际社会上营养力 从而我们能够加入CPTPP 但是大家要深刻想一下 就是它究竟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有很多路数都说 你吃不吃福食 对吧 吃不吃莱猪 加入CPTPP 都是跟加入CPTPP 就跟没有关系 甚至说美国也在说了 日本也在说过 就你吃不吃福食 跟CPTPP是两个事情 我们要分开谈 对 所以说我更加倾向于 其实是台湾不想加入CPTPP 我来说一下我的观点 就是我的那个就是论据 第一呢 加入CPTPP 第一件事就肯定要失去一个神主牌 就是说大陆打压 我们不能接受CPTPP 所以我们要需要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約 比如说福食 这些神主牌就不存在了 既然你已经加入CPTPP 那我为什么还要进福食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加入CPTPP 它以什么身份加入 它比如说要以国家身份加入的话 那就是对吧 就是一个独立的标志 那是不是大陆就有借口去发动战 就武统台湾 就有一个坐实的一个理由了 理由之一吧 我觉得可能加入 它也不太可能会去武统 但至少是一个充分的领导的一个 封锁中国的一个组织 然后它的目的其实是更加开放 就是成员国之间的那个市场 然后来实现就是那种就是贸易 从而围固中国 那想到后来美国不玩了 最后丢给日本了 然后日本把它又搞起来以后 中国现在又加入 然后也成功加入了 也就是形成大家形成一个 就是贸易的一个经济组织 这时候呢 你说你一个台湾要是加入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要跟大家实现平等贸易 那你要实现平等贸易的话呢 你ACFA就很惯 很尴尬了 因为ACFA的实质呢 是 其实说实话就是对台湾的仗力 因为在那个工业产品上 还有一些就是工业产品 主要是工业产品上的一些 零关税的那个一个优惠措施 但是像工业产品 其实台湾是跟日本跟韩国 是处于竞争地位 一旦如果要是这个零关税的优惠要取消 因为如果你要加入CCPTPT的话 作为日本 作为韩国 他肯定会出来抗议 就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员 享受了不平等的一个优惠政策 那作为日本 对韩国会不会抗议 比如说你就要求你把服贸取消掉 但至少服贸对于台湾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相信大家都是明白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来讲 台湾不加入CCPTPT 不是他们不能加入 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想加入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我更倾向于打二 就是说我希望他们加入 因为这种说就属于是 大潮退取以后才能知道谁在裸弱 这是我的论述 OK 你这个你这色雅和多数人可能 不太不观点不太 不太一样 逆思维的 对 因为我就觉得就很奇怪 就是说如果你要台湾那么想加入的话 在大陆加入之前 他其实完全有机会加入的 我不知道我这个逻辑对不对 因为他在大陆加入之前 当时大陆是不能加入的 因为是专门为了封堵大陆的一个情报组织 大陆是不能加入了 他那时候完全有机会去申请去加入 甚至当时日本都放话 就是我们直接在等你申请 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我拿过来 也就是说他从来就没有申请的这个动作 而他却在一直在利用他在政策上的操作 来吃这方面的 说拔其实就是在吃大家的豆腐 无论是吃CPTPP 还是大陆的豆腐 来达到他 比如说开放核食 开放莱猪的这些一些操作 所以我倒希望他加入以后 他就没有介绍在经济这些操作 极有可能第一次性就把台湾是彻底掏空了 一个是政治上失去了一个 就是我现在其实没有搞台独 所以你不能打我的一个东西 也在经济上 彻底下让他在经济上失去中国在被他让利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倒觉得如果他要加CPTPP 倒是掏空台湾的第一步 可是我想有个问题 我想问你 我们先不说他这个成员国之间的交织 因为你知道那个CPTPP和这个RCEP 其实他其实是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等一下 我把这个什么弄上去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CPTPP的 是和这个RCEP的事情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他这个台湾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 那么转口贸易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CPTPP和或者是RCEP之间 他其实是有关税这种互免的这种优势的 那么如果台湾现在不加入其中任何一个贸易组织 不管是这个东盟十加三 还是说这个跨太平洋合作伙伴 对 那么而且你也知道啊 今年的1月1日RCEP已经正式生效了 那未来的10年之内呢 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 这个东盟十加三的国家 他基本上在这个贸易方面会达到基本上90%多的这种产品啊 接近100%的这种产品啊 彼此之间有非常高的这种贸易互相优惠的这种政策 那么台湾如何自处呢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他又没有加入 所以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大陆这样的让力 还属于一个第一是同胞第二是台湾是我们国家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论述之上对于他的一些补贴上的优惠 我觉得可能未来也还存在 好像现在就存在 比如说水果 第一他的通关就比其他国家通关要简单的多 第二好像他在 因为我这点我就不确定了 因为我是看台湾一些政策节目说的 好像他在运输上面 他大陆也是给预优惠的补贴的 是因为大陆的论述就是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 所以我给这些补贴是没有问题的 但一旦上升到了一个 我跟台湾是一个平抖的 那他这些补贴就出于一个 你明白这道理吗 就是我再也不能对一个地区进补贴了 因为你在这个区 在这个协议里面 你是一个经济实体 我对你经济实体补贴是不合协议规定的 一旦取消掉以后 对于台湾的产品的优势 就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我觉得 就像比如说 我就说的电子产品 包括可能未来的就是那种水果类的 包括水果类 如果不给你通关上的优惠的话 那你的水果优势立刻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台湾经济是有很大冲击 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 那您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没有 上来其实就想论述一下这一块 因为我怕大家有很大的误会 别回来说我是跟安公共一样的人 反正因为我被他代表意思 我不想再被他代表了 感谢我们遇见了 我们就到这里 好的 行谢谢 再见 再见